Hello 大家好我是MayaNai Ba 今天呢我们要来PK Buna Habin 2023 跟Buna Habin 12同乡 2022版本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 留言 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 这个礼拜我超久没有做一个 PK 的影片了 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PK 那我选了这个Buna Habin 12年的桶墙版本 因为我觉得它是蛮特别的 而且这个2022版本 就是我2024推荐的那个好喝的威士忌 然后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 Buna Habin就是属于爱雷岛的酒厂 然后它是1881成立的 它的特别调性就是 它就出没有尼美的威士忌 可是你如果知道 就是爱雷岛最出名的 就是有尼美的威士忌 它的核心系列就是没有尼美的 它就是属于 第四的Distel Group 的一个酒厂 Distel 它的酒厂就是 Buna Habin Dinsdun Linston 然后还有那个 Tobin Mori Tobin Mori 这三家酒厂都 其实是我蛮喜欢的一些酒厂 因为大部分的都很手工 然后 他们的调酒师叫 Julian Fernandez 所以这三家 只有一个调酒师 所以是蛮特别的 酒厂就是 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风格也会改变 好 那我们来倒酒吧 好 在我右手边就是 Buna Habin 2023 版本 它的酒精浓度是60.1% 然后 Buna Habin 2022 版本是56.6%的 酒精浓度 然后两个都是自然颜色 首先呢我们来看颜色的部分 如果你看得到2022的版本 就是比较深色一点 2023版本就是比较浅一点 那Buna Habin的 我是认为是一个缺点 因为它 颜核心款的部分 会有一点批字的不同 所以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感觉这个2022 可能会比较有多那个 初次雪历 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然后2023的版本 应该是会比较多 再次雪历筒 或是也是有调和那个 波纹筒在里面 因为Buna Habin没有公开这个 怎么有几趴几趴的调和 那我再说一下 就是Buna Habin 连核心款的部分 就是会有一点差别 连普通那个核心款的12年 可能每年出的有一点不同 有一些真的很好和 有一些 有一点就普普的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 用12年铜墙版本 来做这个 看看有没有这个P字的 的差别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2022版本 所以2023 我今年初才刚买 然后有喝了一下 我也觉得很好喝 可是如果PK的部分 我们就看看有没有 大的差别 好 那我们来先文向一下 首先2023 其实它的雪莉调性还是海在的 可是它感觉就是有比较多层次 就是好像有多那个波本的调性 就是有焦糖啊 然后也有那个香草 然后也有很香的那种花花的 可是一样 它也是有那个海风海水的个性 所以我蛮喜欢的 就是有那种海风鲜味 就是甘味 就是甘味的味道 就是会让你流口水的那种 好 那我们来文向2022版本一下 2022的版本 它的味道就是 感觉是那种比较重的雪莉 就是比较多 水果干 草莓酱 果酱 蜜腱的那个味道 然后感觉有那种牡蜜 就是因为有海风海 所以有牡蜜 就是有鲜味 那个真的很 我现在就是在流口水了 好 那我们来试喝一下2023的版本 Cheers 2023的版本就是有那种香草啊 然后有坚果的味道 然后有花香 然后也是有雪莉的调性 里面有那个干葡萄这样子 然后有香草奶油 所以以这个调性的话 我是感觉它是有 混合比较多 波本 或是二次雪莉在里面 所以比较多层次 然后那个 真的有那种海风海水 就是后面就是 咸甜咸甜的 好 那我们来 喝个水 好 那我们来试喝2022的版本 2022的版本就是 只能说是一个雪莉炸弹性的 我一喝就觉得 它的那个初次雪莉董是蛮重的 所以 有比较多那个干葡萄 草莓酱 蜜饯 然后那个好像炖草莓 草莓酱这样子炖梅子酱 所以 真的很甜 这个是比较甜 可是后面就是一样 有那个 咸咸的回甘 就是 鲜味 就是很旨味 这个是蛮好喝的 而且 它比较 没有在嘴巴没有那种酱辣感 这个2023是比较有酱辣感的 那我们来 因为是两个都是同墙的版本 所以我会 放几滴水看看 2023就有一点开起来 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点改变 就是有那种好像指甲油油漆的味道出现 然后胶档 会更明显 会更明显 然后2022呢 2022它真的变 它的味道怎么说 就是它的雪莉超香的 而且很明显 你加了几滴水就真的会变化 然后打开 那个雪莉的香气真的 冲起来 2022加了几滴水之后 它的口感变比较有那个Spicy 就是有一点辛香料 因为是那个初次雪莉的关系吧 就是 哇 真的 口里真的太棒了 就真的 2022版本 我就是有选它 就是第二名 在我2000到3500的那个范围 那2023它真的有差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批词 真的很神奇 对 这个是比较多 好像那个 再次雪莉 或是Borgren的那个调和进去的 我没有说它没有很好 可是 以2022来讲 它就是雪莉大弹 这个是比较平衡一点 比较多层子 因为有放那些Borgren这样子的调和进去 好 总之呢 我要打个分数 那以2023的版本 我会给它86分 所以是不错 然后这个2022的版本 我会给它90分 这个真的有差 有大概4分的差别 因为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多雪莉的味道 而且它做的这个2022版本真的是会突出 完全不一样的 2023我没有说是不好或是怎样 只是说如果跟2022PK 那真的2022会比较上来一点 那这个2022的价格呢 我去年它在2800之间或到3000 那时候我是觉得很贵了 所以我就一直等就是可以到接近2000块我才会买进 因为国外的价钱没有那么高 然后这个2023版本我就是年初买的 年初大概2200 所以我就说很棒了 我就马上买 因为现在的那个行情比较不好 所以我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去去买一些好的威士忌 那2022版本我又买了几瓶进来 它就是也是大概在2300 但是因为比较贵 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礼拜的PK 我会给Buna Habi 这个礼拜二版本 它真的那个雪莉的味道真的蛮特别 感觉那个桶子的quality就是品质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2022正义 好 如果你们想看这些比较的影片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讨论 谢谢大家 拜拜